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回到我们休斯顿论坛节目 今天在座的两位都是社区的这个活动家 可以说是把我们这个凝聚我们华裔社区啊 在这个主流的一个形象的一个塑造者 我就对两位非常的尊崇 不过呢 美国现在刚刚过了国庆啊 有了一个新的民调 这个民调还非常有权威 这个盖洛普的 这个民调里头说 美国啊 这个美国人对于自身身为美国人 引以为傲的这个民调的比例啊 创下历史新低 我们看到这个导播可以放一下这个 这个民调的一个曲线 这个现在呢 刚刚出来的一个民调啊 就是说美国人认为自己 觉得以美国人为傲的比例只有47% 那我们看到他最高的时候 是在大概2002年 也就是911之后 那个时候呢 美国人觉得说 身为美国人为傲大概比例是七成 那是非常高的一个 这个等于说是一个民主的情绪啦 那现在降到47% 那我们再看看如果以党派来分的话呢 当然共和党觉得以身为美国人 为傲的这个比例还是维持在七成以上 甚至于在2018年刚刚的这个比例 甚至于创新高 74%有共和党倾向的这个支持者 他们对于身为美国人的骄傲感是74% 那民主党创新低 等于说是只有32% 等于说共和党呢 越来越觉得自己身为美国人 等于说是相对的也反映了 这个川普所说的Make America Great 这个口号 似乎带动了这个整个共和党人的 对于这个国家的一个认同 那相对来说民主党方面呢 他的认同感就是说以你为傲的只有32% 这是非常低的 那我们再来看 以不同的这个族群来看的话 基本上男性比女性要认为 对身为美国人以你为傲 男性比女性多 那么白人大概有54% 过半的白人呢都认为说我以美国人为傲 但是呢非白人呢只有33% 当然这个非白人呢当然包括了很多族群 也包括我们华人在内33% 如果说以这个年龄来分布的话 可以说是年纪越轻的 越不觉得当美国人能够骄傲 我们就看到这个年龄的族群 18岁到29岁只有33% 以身为美国人为傲 30岁到49岁 就我们这个马剑这个族群只有42% 但是到60岁以上呢 基本上都是过半 甚至于超过接近六成 五成八 那从这个知识水准来说 大学毕业生 基本上大学毕业生 对于身为美国为傲的 比例很低 只有39% 40%都不到 那没有大学学位的 学历的这些人呢 基本上他认为身为美国人为傲的比例 就超过过半 52% 我想问一下这个登陆兄 你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就是说美国人好像对于自己 身为美国人越来越不感到骄傲 当然这个中间还是有很多的 这个族群上的一个差异 党派上的差异 你怎么来解读 对不起 先跟主持人讲一下 我自己因为本行是教经济也是学经济学的 所以包括这个统计学 我们也都做过 相当的这个 要上过相当的课 我其实相当同意刚刚几个数字 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 第一个 你说从 就是 91以后 2002年 OK 那个时候大家其实 年轻人是很多人 根本都还要去参军 要去为美国而死的那段年 因为大家都在一个很激情的这个结果 同仇敌忾 是真的是同仇敌忾 那个时候到现在是往下降的 我没什么好惊讶的 我也觉得他不可能有任何的错误 那刚刚我还也听到主持人讲 就是说年轻人 就是说跟年纪大一点的人比例 这个也是完全符合很正常的标准的 那我只是做一个comment就是说 关于就是说对于共和党或民主党这个比例 为什么这么大的悬殊 这个共和党跟民主党相差就比例就非常的悬殊 是那我想我的了解 第一个我实在是绝对不是民主党 也绝对不是共和党 我应该讲是一个游离的这个中间选 或独立的 我要这样子讲好了 那民主党里面的这个人 我说这个人员的组成是比较两个极端 或者是很高教育的 据我们所了解这个高等教育被很多华人诟病的 就是说他们非常的所谓的左派 大概就是你大概懂我的意思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很年轻的移民 也有相当的包括这个低教育水准的 确实是比较偏向民主党 那这个共和党的比较在中间这个阶层 也算是比较多一点点的 OK 这个也没有什么惊讶 看这个数字很告诉你现实的结果 就是白人你说有54% 然后非白人只有30左右 其实都蛮符合我们这个common sense 不过我只是提醒大家讲一下就是说 所谓的民主党的这个比例低 其实是因为他讲的是两个极端 一个是高教育的 一个是低教育 包括新移民的 那所谓的这个共和党里面这个比例 虽然华人里面有一些人是非常支持共和党 非常爱美国 没有错 可是对不起 他那个比例跟全美国的这个 所谓的共和党的党员人数比 对不起 那个是恐怕都不到 无关轻重了 根本都不到12%而已 无关轻重了 我们讲一下 我们刚刚讲这个对这个美国 对美国人对这个社会 美国人都proud 年轻人当然不可能 你想想想想想想 这是什么国家 我们把无辜的小孩子 关到农 关到笼子里面 把父母跟小孩子分开来 OK 让那个十几岁 十几岁 十六岁七八十小孩 一个人去上庭 我们这是什么国家 你不要说党派 共和党 共和党过去多少大佬 所有的这个白宫过去这个总统夫人 全部联合起来声明 谴责现任的这个总统 这是什么国家 这当年犹太啊 纳粹 二世纪大战 只有十几岁有什么差别 哦 为了还拿宗教的理理由 哦 因为圣经理这么讲 你就回想起来 你一定要知道历史 要不然你不能会 要不然你会一直去比赛 好 我知道我们时间不多 但是我要再提醒各位 我们观众 这点很希望George了解 我们昨天爱情组织 一年一度的这个募款活动 是在文化中心 遇到了这个 全美国也只有我们修士人 在国庆节的时候 我们在担心淹水 我们在划船 对 别人都在 快开心着BBQ庆祝 我们在提到 我们今天主题是讲说 在美的华人 怎么庆祝国庆 其实我们跟美国人 或是任何种 别的种族一样的 国庆是夏天大夏天 在后面烤烤漢堡 烤个热狗 有个泳 晚上去看看烟花 我们这个 我们美国的华人 跟任何别的组织是一样的 我们只想安居立业 我们想我们孩子们 好好地念书 希望我们安安我们的 有个好的退休金 希望我们的社区 治安很好 非常简单 就像所有人 今年唯一的差别 就是我们每年都会 办这个爱心组织 买木款 买这个school supply 给小学 今年这个小学 叫做Shadydale Elementary 在休士顿的东北边 都去了 我们华人绝对不会去的 我们那个Freeway 那个exit都不会下雨 真的很可怕 不是可怕 我想说治安不好 很穷 那些小朋友是真的很可怜 我们已经去过学校了 我们看到了 所以我们昨天遇到了大雨 我们很多 我们这个社区的这个 慈善机构都有来帮我们 什么台联会 什么东北同乡会 广西他们都有来帮忙 他们准备了很多好吃的 问题是下雨 人家出不来 这些会员们 这些妈妈们 这些叔叔们冒着大雨 隔隔前几天 在家里煮一锅一锅的 煮的好东西来 搬来下着大雨 大家都领队上落湯器 但是人家出不来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 那我们华人讲说 遇水即发 所以我们把好 乐观一点想是遇水即发 希望我们各位观众 能够看到我们的 到我们的网站去 跟我们联络 我们的网站是 简单的说 就是因为昨天 因为下雨的原因 所以整个募款的情况 不理想 对 我们是carehouston.org 对 开在我们下面 w.carehouston.org 就像你到那个网站上 然后找到 跟我们联络的方式 不管你是出钱出力 我们都需要各界的帮忙 因为我们要帮 一千五百个学生 去募这个款 我们需要大概四万块的经费 我们通常至少 在这个 在这个 Independence Day 我们昨天在办这个 原油会 通常至少能够募到 其中的 比如说几成而已 但是因为这个下雨 就真的是离目标潮很远 我们每一分钱 都完全捐回去 买这个School Supply 所以希望各位 没有任何行政费用 没有行政费用 30秒钟 这个补充一下 这个 就补充爱心组织好了 我想跟大家提醒 这个 假如要庆祝美国国庆 就把我们自己当做美国人 作为美国人 就要回馈这个社会 那参加这个爱心组织 这个捐赠 就说不管你是捐钱也好 或者出力也好 因为我们还要包装 教学用品 在8月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你们来 进一份 这个作为美国人的一部分 这就是我们怎么应该进入 我想美国精神 基本上就是一个义工精神 义工精神 所以说这个义工 是从小到大 培养到大的 所以不管这个美国 现在社会氛围怎么样 大家还是要帮助 我们帮助大家 那么今天呢 做这样子一个捐助活动 其实不仅仅是帮助到 那一千多个小学生 其实也帮助到 我们华人自己的形象 而这个形象 当它建立起来以后 我们世世代代的华人 这个形象 都会是在主人 都是正面的 所以你是主持人 你知道吗? 我们做的原因 我们说不出来这个原因 we want to get there but we couldn't that's precisely what we're trying to do exactly 这一句话完全 所以你这三十年的辛苦 我过去十年的 就是为了这句话 是 后面呢 再三十年 就有马剑继续的 揭放 我没有你们的能力 没有你们的能力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两位的参与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谢谢观众 谢谢观众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观众